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耳脉之中指挥者的声音低沉 显得有些愤怒 更有些紧张 为什么不开枪 按照他的命令 这时候三名狙击手 应该已经全部开枪才对 但是现在却一丁点动静都没了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知道 所以他才现在出现这种本能的情绪波动 甚至于担心 是不是那三名狙击手出现问题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事情那就很恐怖了 因为毁灭者小队的狙击手 完全可以称作是 这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狙击手啊 包括黑豹在内 他们三个人从隐匿再到枪法 乃至于时机的把握 都到了一种登风造极的程度 所以三把枪同时对准一个人 只要命令发出 必然会看到一具尸体 然而现在 没动你了 黑豹的声音终于响起 他显得极度紧张 开不了枪 会开枪的话 我会出事 他们现在很安全 他们之所以保持不动 是因为作为一名狙击手的直觉 并没有找到最佳的开枪时机 任何一名狙击手 随着时间的递进 不断的执行任务 面对狙击境里的猎物 他们都会产生一种感觉 那就是 秋青自己开枪 能不能命中的 尤其作为最巅峰的狙击手 对于这种感觉 更是有着绝对的依赖 毕竟每一枪 对他们来说 都可能是最后一枪 因为枪响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位置暴露了 这样的事情 必须谨慎小心 从面对何思奇的第一枪 做出一个试探之后 黑豹他们就一直通过狙击镜盯着李高楼 一点都没错 那家伙始终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偏偏 黑豹就是觉着自己开枪之后 不会打中的 没错 找不到机会 随后耳脉之中 同样传来了另外两名狙击手的答复 这一下 通讯频道陷入沉默 显然所有的人都在思索 为什么会这样 最终 整个队伍的最高指挥 还是做出决定 我说三声 你们同时开枪 绝对不可以放过这最佳的机会 的确啊 你稍微用脑子想想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射杀李高楼 实在没必要 从这冲下去 跟他面对面的对抗 因此这名最高指挥官 不打算再顾起三名狙击手的意思 坚持自己的想法 然后通讯频道之中 就开始了倒数 差不多 倒数刚好结束 三把枪同时响了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最为巅峰的水准 开枪的同时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击杀李高楼 但是三颗子弹飞出去的同时 李高楼同时就动了 那一瞬间 白色的雪地上 他的身体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翻滚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紧接着 他已经完全躲开了 应是必死的局面 而后那个男人的速度 陡然间飙升 冲进了雪山之中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 已经完全失去了李高楼的位置了 失去目标位置 失去目标位置 糟了 你们暴露了 快撤 整个通讯频道完全混乱 最高指挥官的声音再次响起 实际上通知三名狙击手 马上离开 他自己这个时候也终于知道 刚才的确是做出了一个 非常愚蠢的决定 可是现在再怎么后悔 也已经晚了 毕竟该发生的已经发生 因此他想极力补救 让黑豹他们别出事了 然而李高楼在确定了 狙击手的位置之后 他们想要再活着离开 却根本没那么简单 枪响的那一刻 李高楼同时确定了 狙击手的数量和位置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 他脑海之中 已经呈现了一条 非常清晰的路线 通过那条路线 他可以确定自己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击杀这三名狙击手 甚至封死他们逃跑的路线 虽然说现在他不太确定 究竟这次面对的是 来自于哪的敌人 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是敌人 那么变成尸体之后 什么都不会存在 而整个毁灭者小队的 通讯频道之中 三名狙击手 已经完全没了声音 他们不是傻子 开枪之后 马上就转移了 哪怕是能够听到 频道里的声响 但是却没有时间 说出一个字来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集中自己 全部的注意力 和全部的力量 逃命 就这样 差不多三分钟之后 突然间一个 陌生的声音响起 第一个 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 让所有人都感觉 毛骨悚然 这声音来自于谁呢 基本上 不用猜就能想到 肯定是李高楼啊 可是为什么 李高楼的声音 会响起在 他们的通讯频道 那唯一的解释 就是有人已经死了 李高楼拿到了 他的通讯设备 于是明明 后背发凉的众人 却不敢再说 任何一个字 只是第一时间 全部关闭了 通讯设备 要知道一个 被敌人获取的 通讯频道 如果依旧在 里边出声的话 很有可能让队伍 所有人全部都暴露 所以在这时候 第一时间 关闭通讯设备 是最正确的做法 然而面对 李高楼的追捕 想逃命的困难 却还是超出了 所有人的想象 如果在 李高楼进入天空之前 或许 毁灭者小队的力量 再加上 两个最强的 佣兵王者 倒是可以 把他干掉 但是面对 现在的李高楼 他们根本 就是待在的羔羊 可惜啊 有些事实 在最终结果出现之前 是没人相信的 正是如此 十分钟之后 李高楼 站在了黑豹的面前 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 黑豹感觉 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的嘴唇 微微抽搐着 那是无法控制 自己身体的表现 作为一名 强大的狙击手 这样的反应 出现在他的身上 着实令他感觉到羞耻 然而说到底 他成为一名 狙击手之前 他也只是一个人 人类拥有人类 本该拥有的情绪 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此刻李高楼 只是站在那 仿佛他是从地狱中 爬出来的修罗一般 让黑豹 甚至都没有 举起枪的勇气 李高楼同样 注视着黑豹 之前的两名狙击手 已经全被他干掉了 这是最后一个 战斗开始之前 先搞定狙击手 这是第一步 否则的话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意外的危险 会有所牵吧 丝毫不担心 黑豹会耍出什么花样 李高楼平静的问了一句 你们是什么人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精神力 已经完全将周围笼罩 并且将巨大的压力 全部施加在 黑豹的身上 本来就已经 勉强支撑的黑豹 这一下就摊在了地上 深吸了口气 他努力的让自己 撑着不要倒下去 用兵联盟 毁灭小队 听到这个答案 李高楼点了点头 既然来人是 拥兵联盟的 那可以理解 因为自己和 拥兵联盟之间 本来就没有 什么好的回忆 人要杀了自己 相当合理 不过同时 被自己反杀 也是很合理啊 谁的任务 对于拥兵联盟的人来说 雇主的消息 是绝对不可以泄露的 而此刻面对着 李高楼的反问 黑豹却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他立马脱口而出 杨家 杨不韦 有需要的 对这个问题的 弟兄 混和